大眾請合掌我們一起來念開經濟 南摩本師釋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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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聲唯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意 願解如來真實意 請放雜 請放雜 尊敬的各位菩薩 各位同修大德慈悲 很高興我們今天又在此地見面 共同來學習經教 學生吳俊寬 在講台上面學習獎金 在宣講的內容當中 如果有講的不清楚 不如法 不圓滿的地方 請請各位同修 可以給墨學 批評指證 感恩各位 阿彌陀佛 請先開經本 我們看到二十七頁 二十七頁倒數第四行 修士三十七頁 修士三心 則有過思改 如春兵遇日 何患不消乎 經文到這裏是一段 了凡四訓的第二篇 改過之法 其中的第二個部分呢 了凡先生他提出了 改過要發出三種的心 此心、未心、永心 我們昨天已經把這一部分 學習過了 再來我們看到 本篇的後段部分呢 他提出了 改過的方法 也有三種 我們今天呢 就繼續來學習 這三種的改過方法 請各位同修 看下面這段文章 蘭人之過 經文到這裏是一段 經文到這裏是一段 這裏是說到 改過三種的效果會不同 有的人呢他從事上改 有的人從理上改 有的人從心上改 但是 但是 不管從什麼地方來改 我們要知道一個重點 都必須要具足 前面 兩範先生所講的 那三種心 有了這三種 此心、未心、永心 你才有改過的基礎 你才有改過的基礎 沒有發出這三種心 不論你從事上、理上、心上來改 都沒有辦法來下手 可以講啊 得不到效果 以下呢 再分別 為各位來說明 這幾種的改法 我們先從事上改來講 從這個事項上面來改呢 比起其他的方式 比較難改一點 因為這個是屬於一種 外在強制的行為 這種強壓的行為呢 只是一內的把錯誤給制止而已 這樣子來做 確實是有限度的 簡單講 它有一個飽和點 所以這個改改的不夠徹底 下面了凡先生來舉一些例子 他講到 如前日殺身 金戒不殺 譬如說 我們來學佛之後 我們曉得殺身這個事情不能做 那麼我們現在來發心十戒 你去受戒 你去受戒 好比我們佛門的受五戒 不殺身 不偷盜 不血癮 不妄語 不飲酒 你發心來持戒 這五條戒呢 就是在斷我們自己的 這一些五種習氣 要是習氣很深的話 想要斷掉非常的困難 就算說 你現在來持戒了 你不殺 可是你這個不殺身 你能夠支持多久 了凡先生又舉個例子 前日怒立 金戒不怒 意思就是講 從前喜歡發脾氣 喜歡罵人 而現在要戒足不發脾氣的 但是你這個脾氣忍 可以忍多久 此就其事而改之則也 了凡先生所舉的這兩個例子呢 都是從事上來改的 他告訴我們 這個屬於強制於外 其難百倍 是一種外在的強制方式 是很不容易改的 非常困難來徹底改的 且病根中在 而且啊 毛病的根源它還存在 因為貪、撐、吃、慢 這些都是我們的病根 這些東西沒有辦法斷除 所以 只要比較大的境界線前 它又會起線性 有一些的人呢 他上根深厚 還能夠強制壓得住 一些上根比較薄弱的人呢 往往往遇到大的逆境 他就沒有辦法控制 小的逆境 他還能夠忍 還能夠壓 還控制得住 遇到大的就不行了 下面又說 都滅犧牲 非究竟 豁然之道 都滅犧牲的意思呢 是 改一項毛病呢 可是另外一項毛病 又起來了 真的是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沒完沒了的 廓然之道呢 這個是告訴我們 徹底的拔除的意思 他講的非究竟 廓然之道 這個就是告訴我們 不明白道理 就沒有辦法徹底的拔除 這些毛病缺點 這個是從事上來改的 這個文章內容 給我們講得很清楚 再來接著了 凡先生教我們從理上來改 從理論這個地方來下手 而這個功夫呢 會比剛剛所講的事上改 更加提升一層 請各位同修來看下一段的經文 善改過者 未盡其事 先明其理 如過在殺身 即司曰 上帝好生 誤皆戀命 殺筆揚己 其理 這個善呢 就是善長的意思 善改過者 就是說 比較善長 改過的人 他能做到怎麼樣呢 未盡其事 先明其理 這個意思就是告訴我們 還沒有說禁止做這件事情之前 要先去明白他的道理 什麼道理 這一件事情做不得的道理 他又舉例 如果在殺身 譬如我們有殺身的這個過失 而我們想要不殺身 對於殺身的事 我們講事項這個事 我們並沒有斷 還沒有斷之前呢 我們先要去了解 為何不可以去殺身 先把這個道理給搞清楚 即司曰 上帝好生 要常常想到 上昌他有好生之德 誤皆戀命 殺筆揚己 其能治安 物的意思就是動物 戀命呢就是愛惜自己的生命 殺筆揚己 其能治安 就是說 我們來殺害這些動物 拿他們的肉來吃 養活我們自己 那麼呢 我們怎麼能夠安心呢 所有的動物 即使連小小的螞蟻 牠都貪生怕死 我們看看 螞蟻在沾我們的食物當中 我們如果去碰到牠 牠就趕快躲起來 為什麼 牠怕你把牠給壓死 連這個蟲蟻 牠尚且愛惜自己的性命 而我們看這些 雞 鴨 魚 肉 我們想要殺他們來養活自己 我們的心能夠安嗎 如果反過來說 人家殺我們 拿我們肉 吃我們的肉去養他們 那麼我們能夠心甘情願嗎 想想這個道理 在我們從前沒有人教導我們 可以講 大概現在社會上的宗教當中 除了佛們 有這樣子不殺身的慈悲心 其他的宗教或許都沒有在講這個道理 因此我們沒有接觸到這一類的教育 我們疏忽了 根本從來沒有想起這件事情 一直到我們接觸到了聖賢教會之後 我們聽到的這一些 道理到底是如何 然後我們要常常放在心上 要常常去想 去了解 確實上天有好生之德 上天 看待眾生呢 都是用悲悯之心 下面 瞭凡先生敘述 動物被殺害的痛苦情形到底是如何 他講到 《且筆之殺也》 《且筆之殺也》 《既受徒歌》 《腹入頂禍》 《且筆之殺也》 這個筆指的是這些被我們殺的動物 《而且我們在殺害這些動物》 《既受徒歌》 《付入頂禍》 《頂禍》 《這個頂禍》的意思就是我們煮菜的鍋子 这个是告诉我们 虽然这些动物已经被杀了 当他除了被杀的那种 鸽仔的痛苦之外 而他还没有死痛 还在那边奄奄一息 然后再被人把他丢入锅子里面煮 就好比螃蟹这一类的动物 他被别人活生生的剥了他的壳 他痛一次还在挣扎 还没有死掉 然后这个锅子烧得滚滚的 把他放下去煮他 他又痛苦一次 种种痛苦侧入骨髓 这个是形容 这样子的痛苦 会一直彻底的钻入骨髓里面 我们想想 这些被杀害的动物 他会甘心情愿吗 我们来设身处地 换一个角度来想 如果被杀害的动物是我 我被人家杀了 而杀的时候还没有死 然后又被丢入锅子里面 来烧来煮 煮完又被人吃了 这个有什么样的感受 因为我们在六道之中呢 我们一直在造作许多的罪业 我们才会深深事事 处在六道之中 没有办法处理 佛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人死为羊 羊死为人 众生 一直在深深事事 互相杀害 报复 所以说呢 你今天吃他半斤 将来你要还他八两 这个八两是台金的八两 半斤是刚好八两 其实不能讲还他八两 你今天吃他半斤 你要还他九两 为什么 还要加利息 把你讨回来 我们常常在讲 欠钱的还钱 欠债的还债 欠命呢 当然要拿命来还 这个是因果定律 讲到墨学本身呢 在年轻的时候 记得很喜欢吃海鲜 尤其 我们台湾所处在的环境呢 四面环海 所以海鲜类很充足 在我们台湾的宴会当中呢 有一道菜非常的有名 叫做红旬米糕 台语讲 红旬米糕 红旬就好像螃蟹那种动物 属于螃蟹的一种 我特别喜欢吃这道菜 在台湾南部的民众 有很多人 办宴会的时候 常常喜欢请厨师 到自己的家里面来料理 在门前的马路旁边呢 搭个帐篷 这样子他就可以煮了 曾经看过这些厨师他们 料理这些海鲜类的情况 台湾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的养殖业很发达 因此呢 海鲜呢 很多都讲求要吃活的现煮 一般这种红旬 还没有煮之前都是活的 死的红旬人家认为不新鲜 价格比较低 宴会当中别人不用 没有人要拿这个死的来煮 都煮活的红旬 在料理的时候呢 我曾经看过那个厨师啊 就拿个刀饼 还是拿个那个锤子 把这个红旬给他敲昏 为什么要先敲昏 不然那个红旬的杂一夹到不得了 手马上流血 把这个红旬敲昏了之后呢 然后把他的壳给他剥开 用器具还是用刀子把他敲开 这时候红旬还没死呢 然后把这个红旬一块一块的 把他切好 把他排在盘子上面 当这些厨师呢 把这些切好分配好的红旬 然后一一的摆在桌子上 等着呢 要放去蒸笼里面蒸的时候 曾经墨学还发现 有一些红旬 他的脚还在动来动去的 他都被剥了壳 被大蟹八块了 你看看他还没有完全死透 以前喜欢吃红旬的时候呢 都不会觉得这些被吃的众生 很无辜很可怜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啊 心里也是感到很可怕 以前呢 也是造作很多的杀业 跟不少的众生结下厄缘 我们要了解啊 人类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 真的没有其他的动物 比我们更聪明 但是话说回来呢 其实也是一切动物当中 最坏最残忍的 我们看其他的动物 譬如说老虎 毒蛇 我们都觉得他可怕 可是呢 他只有在自己肚子饿的时候 他才会去伤害其他的众生 他才会去吃其他的动物 等他吃饱了 他躺在那边休息 如果这时候有别的动物 从他的视线当中走来走去 他根本理也不理他 看也不看他 为什么 因为他吃饱了 他不需要再去咬那些动物 由此可知呢 这些肉食类的动物 他来吃其他动物是不得已的 因为他要填饱肚子 然后我们人类呢 却不一样 人类却为了满足过分的欲望 来残杀这些众生 甚至为了要让身体健康要强壮 还特别去找一些很稀奇 古怪的东西来吃 那个不是吃饱肚子而已 那个是满足自己所有的欲望 甚至有些真情异兽 为了吃他的肉 尝尝什么味道 翻山越岭 都把他抓来杀了 把他吃掉 人类造恶的这种情形 可以讲 在地球上其他的众生都做不到 我们造的罪业太大了 所以在六道当中呢 我们一直重复造很多的罪业 在六道当中 我们当人类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 比其他的动物造的罪业造太多了 请各位同修再来看这一段当中下半段的经文 第二十八页倒数第二行 下面的部分 经文到这里是一段 几支扬野 这个是讲到我们人所饲养的这些动物 增高罗列 这是告诉我们 我们一般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习惯 除了吃得饱以外呢 很多人他就是要求菜肴要很丰富 要吃的很多美味的食物 所以人会饲养很多的动物 然后杀来吃 增高罗列呢 这个就是过于享受美食 喜欢吃山珍海味 食过极空 这个是讲吃食物只是为了填饱肚子 我们为了贪图美味 来杀害一切的众生 我们为什么来贪图 我们杀生来吃肉 只为了满足我们嘴巴里面这个三寸的舌头而已 为了享受这个食物的味道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不值得 这个道理 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想过 其实 吃素食是健康的 素食呢 对我们身体有大的好处 特别我们要晓得 人在过了中年以后呢 很多人他吃了太多的动物性的油脂 还是胆固醇 中年以后 他不知道在饮食上面 谨慎的选择 对于晚年 他的身体健康 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另外呢 在素食里面 佛们有讲 我们五种蔬菜不吃 这五种叫做五荤菜 我们看这个荤 荤是军上面一个草字头 所以这个荤 它是代表 植物 不是肉 什么才叫做肉呢 看到这个心这个字才叫肉 所以我们正确的讲应该讲 荤腥的食物叫做动物的肉 这个要戒除的 那么我们讲的五荤就是五种菜 这五种菜不吃 为了保持我们的心性清净 我们不吃这些东西 而五荤是什么 葱 大蒜 小蒜 韭菜 还有一个洋葱 这些我们不吃 为什么不吃 因为这五大类的东西呢 生吃的话 会产生刺激生理 容易发脾气 干火容易上升 就是因为这个因素 所以不要吃 防止我们少发脾气 少动干火 所以学佛的人 戒除不吃这五样的蔬菜 而如果这五种煮熟来吃呢 这其中 它含有高单位的荷尔蒙 我们晓得 这个荷尔蒙 很容易来引起性冲动 因为我们佛门的弟子 是要修清净心 所以我们不能太中欲 我们就不吃 但是呢 如果用这些东西来当香料 或者是加在饭菜里面呢 来配配味道 这样子是可以的 因为它的用量不多很少 因此呢 我们一定要懂得 佛家这些戒律真正的用意之所在 不要死死板板的 居住在戒条当中 我们晓得 戒律有开 遮 持 犯 我们一定要懂得它的精神 懂得佛为什么 制定这一些条律 而这些戒条当中 我们在日常生活如何来运用 什么情形之下 怎么样运用 只要运用得当 戒律其实是大自由 大自在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们自然就懂得选择 选择素食 喜欢吃素食 不造杀业 断恶行善 而且我们所谓健康 什么叫健康 其实健康守重养心 只要我们的心亲近 真诚 平等 慈悲 我们懂得养这样子的心 我们身体当然就能够健康了 怎么可能会生病 净空老儿上 在26岁的时候 读到了《了凡四讯》这本书 读了之后 尤其这几段的经文 他看了之后非常的感动 所以开始接触之后 他就一直读了凡四讯 大概经过了六个月之后 老上他就开始完全吃素食 而再谈到末学本身 末学本身 还没有接触 静中学会以前呢 其实也不吃素的 偶尔的话 可能是初一十五 但是呢 在接触静中学会之后 每个礼拜来读一次地藏经 因为地藏经的经文 它不会很深 一般大概中学程度以上的来读 都可以受持这部地藏经 而末学记得很清楚 大概开始读地藏经 不是每天读一个礼拜才读一次 经过了两三个月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完全就改吃素食了 为什么 当了解杀生的果报之后 心里太害怕了 害怕之余啊 所以才晓得过去造很多的杀业 那么为了要赎罪忏悔 所以毅然决然 当下就决定要吃素 可以讲我这个吃素的因缘 比老和尚更快 老和尚还读了凡事讯 读六个月 我读地藏经读两三个月 还不是天天读 就懂了这个道理 懂什么 懂得众生平等 我们不忍心吃众生的肉 想想这个状况啊 会增加自己的业障 当然一开始吃素食的时候 吃荤的吃太久了 难免有时候闻到味道 看到别人吃 还是有一点点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经教的熏修之后呢 真的帮助很大 再想想 如果不来吃素食 以后的果报是如何 尤其心寒畏惧啊 因此呢 我们讲要磁杀戒 从理善改 效果确实是比较好的 你去懂那个道理 不懂那个道理 你想要来借助吃众生肉 这个是比较难的 世上改是比较难的 蔬食菜根呢 指的就是蔬菜水果这类的食物 这些植物类的食物就足够我们填饱肚子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墙就是残害的意思 我们何必要杀害这些动物它们的生命 损几只之福灾 我们杀害它们会来损害自己的福报 杀生这个事情啊 绝对是错误的思想 行为 可惜一般人他不了解 但是我们 来劝别人吃素食 这件事也不能够勉强的 因为吃肉吃习惯的人 他想要改并不容易 尤其我们看看现在的年轻人 跟以前过去不一样 以前想要吃丰富一点都不太可能 可是现在年轻人 他们所吃的东西 我们去观察 汉堡炸鸡太普遍了 所以你要教这些吃肉吃习惯的人 要断掉这些食物的诱惑 相当相当的困难 我们可以用柔性慢慢来引导 告诉人家 肉不要吃太多 为什么 为了你的身体健康着想 不一定啊 非得要用我们宗教的角度 硬是叫人家不要吃肉 你吃肉改天你造恶业 你要怎么样 要下地狱 还人家 有的人根本不相信 你讲到嘴皮破了 他也不相信 真的啊 人家改不掉 你如何去勉强他 你讲多了 又跟他结恶缘 所以呢 那个要吃素食的缘 还没有到 我们都不可以勉强的 我们都不可以勉强的 学佛的人 这一点啊 要懂得善巧方便 尤其常常家庭当中 或许只有我们本身在学佛 家里面的人 他根本不信佛法 你如果不懂得善巧方便 一天好像到晚 叫人家吃素食 吃素食 好像天天在跟他念经一样 谁要听你念经啊 谁要跟你学佛啊 你跟他格格不入啊 不同一挂嘛 所以啊 我们要劝人家来吃素 那个要看因缘的 而且人家既然不吃素 你就不跟人家亲近吗 你就跟别人对立吗 不可能的事情啊 你还是要照以往 没吃素的时候 跟人家应对进退啊 差别只是 别人在吃餐的时候 我们就吃蔬菜 他们吃肉 吃他们的啊 我们不影响 互不影响 这样子别人才有机会 来亲近我们嘛 而且呢 不吃素食的人 他就不能学佛嘛 当年释迦摩尼佛 也没有讲这个戒律啊 只是叫我们不要杀身而已啊 有没有说 不吃素的人不可以来学佛 翻篇三藏十二步也没有这句话 而且不吃素的人 更应该来学佛 我们不可以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我们常常在讲 我佛慈悲 我佛慈悲 佛怎么慈悲 佛他不放弃任何的众生啊 我们不可以把吃荤食的人 禀聚于佛门之外啊 我们学佛 就是学释迦摩尼佛 他老人家 懂得来度化一切的众生啊 因为每个众生 他的根性不一样 所以要善巧 运用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阶段 讲不同的话 请各位同修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经文 又思写气之术 皆含灵之 既有灵之 皆我一体 重不能功修至德 使之尊我 亲我 岂可日强 勿命 使之仇我 恨我于无穷也 一思即此 将有对时伤心 不能下咽哲已 经文到这里是一段 又思写气之术 皆含灵之 这个血气的意思呢 是指有血有肉 而鼠呢 讲的就是说 这一类的意思 灵之就是灵性知觉 这句话的解释是讲 我们要想到 动物这一类的众生 它都是有血有肉 跟我们一样 它也是有灵性 有知觉的 既有灵之 皆我一体 这句话 非常的重要 意思就是啊 这些有灵之的动物 跟我们本来都是一体的 有的人听不懂 为什么是一体的 我们要知道 物质 它是有界限的 而我们讲 动物的灵之呢 是没有界限的 没有界限 当然就是一体的 佛说 虚空法界 是我们的心 所现出来的像 跟我们的心是一体的 也就是心 显现出来的样子 就是虚空法界 我们妄想 分别 执着 变现出来的样子 这个就是众生 就是国土 包括我们现在所讲的 自然现象 这个也都是我们的心 显现出来的样子 我们凡夫初心大意 很难察觉到 虚空法界 跟自己是一体的 正因为它本来是一体的 所以一切众生 彼此之间都有感应 感应的灵敏程度呢 跟众生的清净心 污染心 可以说成一个正比例 心地越清净 感应的灵敏度越强 所以呢 在佛与大菩萨他们 依他们的境界当中呢 整个虚空法界 所有一切众生 都跟他们 起感应 道教的作用 因为他们心 太清净 如果我们自己 能够真正做到 修养的功夫 就是把我们心地的污垢 洗刷干净 心地一清净 就可以恢复到 我们的本能 我们就跟诸佛如来 无二无别 虚空法界 过去未来 所有极其 微弱的这些波动现象 我们都能够清楚 都能够明白 佛法讲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这句话 我们学佛的同修 常常听到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这个是真的 我们的心跟佛 跟一切众生 都是一样的 三无差别 正因为这句话 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 就跟诸佛菩萨 起感应道教的作用 不论在什么时候 不论在什么场所 你要跟诸佛菩萨 都可以沟通 怎么样来沟通 心里面 一念不生 为什么心里面 要一念不生 一念不生 就没有界限 所以它是通畅 没有阻碍的 要是起了 一念的分别性 这个就产生了障碍 就阻挡住了 就不通了 这个道理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讲修行当中 念咒也好 诵经 念佛 甚至祈祷 我们都要用真诚心 用真诚心 它能感应 它就通了 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能够体会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确确实实跟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都息息相关 确实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我们应当要学佛菩萨 佛菩萨他们用真心 来对待一切众生 我们不能够用妄心 用妄心 这个就对不起一切的大众 我们一定要学佛菩萨 用真心 我们知道诸佛如来有法身 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有法身 什么法身 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 跟我们自己的法身 所以我们来帮助别人 爱护别人 这个都是应该的 就举个例子来讲 就好比眼睛 要帮助耳朵 要帮助全身 手脚都要帮助到 不能说眼睛与耳朵不相干 跟手脚不相干 不要理它 哪有这种道理 那个是一体的 我们要晓得 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 但是我们今天迷掉了 迷了之后 就是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跟自己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 是一个法身 大乘经上常常讲 十方三是佛 共同一法身 十方三是佛 就是各个不同的族群 我们用现代的名词 讲族群 而这些不同的族群 有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这些 我们讲的种种的宗教也好 其实都是共同一法身 同一个生命体 我们要真正知道 这些道理事实的真相 要搞清楚 搞明白 要真正的认知 推动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的落实就不难了 让一切终生 互相尊敬 互相敬爱 互助合作 那么怎么会办不到呢 我们今天办不到的原因 就是众生没有人教 所以我们迷 我们不懂 懂了 你就了解 了凡先生这里所讲的 所有一切动物 既有灵之 皆我一体 他又讲到 重不能功修智德 重就是重然 功修就是好好的来修行 这个话是说到 重然我们自己不能够把自己的道德水平 把他修到究竟圆满 使之 尊我 亲我 尊我亲我 就是尊敬我 亲近我 这句话是说 我们的道德水平呢 要真正修 修行达到一定的程度 如果我们提升上来之后 这些小动物对我们都很尊敬 他不会怕我们 我们因为都很爱护他们 因此他们也不会来干扰我们 我们要以德行去感化这些动物 早年 应光大师 他七十岁以后呢 在他的房间里面 这些小动物都找不到了 任何的蚊虫 蚂蚁蟑螂 跳蚤 一个都找不到了 大师他七十岁的道德修养 达到了这个水平 这些小动物对大师都非常的惊讶 所以自然就不会来干扰他 我们知道 应主的德行之高 我们也要来效法他 我们要加紧来修养我们的德行 我们今天自己明白 修的还不够 什么地方观察得出来 只要看看我们所居住的环境 还有这些小动物 蚊虫蚂蚁蟑螂的 我们自己要持续来断恶修丧 要培养我们的心地 一天比一天善良 一天比一天诚恳 心越来越清净 越来越慈悲 我们很认真 很努力来做 自己呢 对自己要有信心 好好修 修个两三年之后呢 让我们所居住的环境 这些小动物可以减少很多 我们对他们 并没有对立的念头 我们不要有心把他赶走 当然更不可以有杀害他们的念头 我们爱护任何的小动物 我们可以每天来读经 念佛 修基的功德呢 都回向给他们 我们懂得尊重他们 他们就会尊重我们 我们敬爱他 他当然也敬爱我们 这个也是一个因果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 生活在爱的世界里面 常常社会上都推动说 爱的世界 不只是爱的世界 我们要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面 生活在互助合作的世界里面 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真的能够契入这个境界 那样我们和乐而不为呢 下面一句要讲到 岂可日强勿命 使之仇我 恨我于无穷也 岂可的意思是说 怎么可以 强就是杀害 仇我就是说仇视我 而恨我的意思就是恨我 这个的解释就是讲 我们怎么可以天天杀害动物 来养活自己的生命 这些动物 他并不是心甘情愿来让我们吃的 而我来杀害他 他一定会恨我 就跟他结下这些冤丑了 结了这个冤丑呢 会生生世世 而且没完没了 佛在经上 常常提醒我们 众生互相残害 轮轮转于六道 生生世世 互相酬长 这个事情有多可怕 真的是无量劫 跟这些 劫恶的众生 劫冤丑的众生 没完没了 何必惹这个麻烦呢 这个真的是鱼吃到了极处 一丝即尺 将有对食伤心 不能下咽则已 下咽的意思就是吞下去 我们能够想到这个道理 当我们要吃他们的时候 自然就会觉得伤心 会可怜他们 我们就没有办法吞咽的下去 所以我们讲 吃素食 就是培养慈悲心 一个人的修行 在菩提道上障碍很多 为什么有这些障碍 这些障碍都是无始劫以来 又加上我们这一生当中 跟许许多多的众生 结下冤仇 结下这个怨恨 来造成我们修行当中 种种的障碍跟困难 我们今天很幸运 我们可以读到圣贤书 接受圣贤的教诲 还好有一点点的善跟福德 我们听了经典 读了这些教育 然后呢 深信不疑 懂得依教奉行 老老实实 努力认真来做 证明古人所讲的这些教诲 真实不虚 佛教导我们要信解 行正 我们修行到最后 一定要证实 事实的真相才会明白 所以我们常常想到这些事情 特别是我们在饮食当中 我们能够想到 就不忍心来吃这些众神肉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明理真的非常重要 请各位同修再来看下一段经文 如前日好怒 必思约 人有不及 情所宜金 背里相干 与我何欲 本无可怒者 又思天下无自事之豪杰 亦无尤人之学问 行有不得 皆己之德未修 敢畏之也 无惜以自反 则磅毁之来 皆磨炼玉尘之地 我将欢然受赐 何怒之勇 经文到这里 行断 如前日好怒 前日就是讲从前 譬如说 从前我们比较喜欢发脾气 必思约 人有不及 情所宜金 不及呢 就是做不好的地方 而这个金呢 就是可怜他的意思 这个话就是告诉我们 遇到有人他做事情 做的不好的情况 还是做错了 我们依照情理来看 应该要可怜同情他 包容他做不好的地方 背离相干 与我何欲 背离呢 就是违背道理 与我何欲呢 就是他做错事情 跟我不相干 这段话的意思是讲到 我们碰到别人 他违反了道理 然后呢 做错一些不好的事情 来冒犯我 甚至重伤我 我们要想的 错误的本身是在他 不是我做错 其实讲真的跟我没有关系 因此呢 本无可怒者 本来我们就没有什么好生气的 做错事是他嘛 我没有做错 我何必为了他做错事情 我来发脾气呢 因此 这一段就是跟我们讲道理 让我们了解 我们面对别人的过错 我们真的要看得开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发脾气 当然是看到别人做错事的 他得罪了我 他影响到我 我才会发脾气 可是别人为什么把事情做错 为什么他来得罪我 我们要自己多想一下 有人来毁谤我 来侮辱我 甚至伤害我 我要想一想 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他对我不了解 甚至对我有误会 我要想一想 我们之间有没有良好的沟通管道 所以呢 才会产生现在他做错事情 这个事情不能够怪他 我们自己也是有不对的地方 纵然左思右想 我们自己没有做错事情 而且过失都在他那一边 你想通了 又与我何干呢 何必再生气呢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我们要去懂 当你懂了这个道理 我们的境界又提升了 又思天下无自事之豪杰 自事呢就是自以为是 这个是说 我们要去思考 天底下没有英雄豪杰 他是自以为是的 只要是这个自以为是的人 自以为聪明的人 这个人绝对不是英雄豪杰 真正的英雄豪杰 真正的英雄豪杰一定没有自以为是 财大者望自大 人所福非言大 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真正有道德 学问深厚的人 他处理事情的人力 这个能力一定很好 我们讲了 他的能力很卓越 因此他的声望自然不错 然而 别人来欣赏跟佩服的 是这个人他的处事能力 并不是说这个人 他善于夸耀 他自己有多么了不起 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 古圣先贤 孔老夫子一生教学 他说他没有自己的意思 他一生教导这么多的学生 他说他是恕而不作 恕就是转恕的意思 做是什么 做就是说加自己的意思下去 他告诉我们 他所讲的这些 都是古圣先王的教委 我们来看 孔子那么学问渊博的人 他都这样子的谦虚 他绝对不自以为是 而且绝对不加自己的意思在里头 他的教学就是这样子 孔子他真的就是英雄豪杰 亦无尤人之学问 这个尤翻成白话就是怨恨的意思 圣先贤人 他的学问当中 绝对不会引发一个人 他的自私自利 绝对不会引发一个人 他的贪嗔痴慢 绝对不会教你去害别人 来利益自己 圣先人的学问 绝对没有这些的 真正有学问的人 你看看他的羞耻当中 他不会怨天 他不会怪别人 学问是智慧 这个是从真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下面他又讲到 行有不得 皆己之德 未修 敢未治也 得的意思就是成就 而不得呢 就是不能成就 行有不得 就是说 我们的修行 为什么不能够成就 所以我们就要反过头来 好好的检讨自己 我们自己确确实实 道德没有修养好 我们的真诚心不够 所以呢 我们的感化 达不到那个水准 其实呢 不只是对人如此 遇到任何的障碍 我们都要时时刻刻去思维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一定要先充实自己的学士道德 为德学 为才艺 不如人当自立 这是古时候的人 教导我们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足 我们才会处处遇到障碍 我们常听到人家讲一句话 人者无敌 这句话 敌 并不是敌人的意思 敌呢 指的就是障碍 有障碍 当然就行有不得 我们讲忍者 忍者就是具备 具备有人意道德这样子的人 修持人意道德的人 他就有办法来感化众生 所以他不会有障碍的 他哪有可能有障碍 特别我们处于现代的社会 我们看到许多的人 为非作歹 使我们自己有时候 看到这种状况 确实是不能够忍受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这些人会有这些行为呢 怎么来的 没有教育 这个就是因为 他的父母 还是他的长辈 不懂得 仁义道德 没有好好地教导他 所以他才不知道天高地厚 他才来犯错 才做出一些违背法纪的事情 佛在无量寿经上面 有讲道 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无有欲者 疏无怪也 我们看看 佛 他讲出这个话 多么的温和 我们看到了 听到了 身边周遭 有一些胡作非为的人 我们应当要原谅他 我们不能够 以昧地责败他 这样子心有多平和 这个信量有多伟大 我们应当要来学习 不可以责败他 即使教导他 他还一样来犯错 我们也要回过头来反省 反省什么 是不是我教导的不够好 我教导的不够圆满 我无法感动他 所以呢 他才做不到 我们不要把过失 都推给别人 我们应当要提升自己 回过头来自己 好好的想想 来检讨自己一项 譬如 现在有很多 做父母亲的人 会遇到 管教小孩子 教育子女的这些问题 很多人来请教 静空老和尚 跟老和尚讲 现在他们的儿女 非常不听话 不晓得如何 要来管教他们 也有很多当老师的 来告诉老和尚 现在的学生 跟以前差太多了 不听管教 老和尚的回答 就告诉他们 你们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你们的子女 你们的学生 没有过失 是你们没有把他教好 责任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怎么可以去怪这些人呢 因为现在社会的大环境 非常地恶劣 邪知 邪见 贪婪的这些恶念 导致这些邪行 充斥在世间 现在的年轻人 哪有不受污染的道理 现在的年轻人 我们说他难教 这个是一个外在的因素 可是我们要想到 内在的因素 我们如何来用内在的真诚心 去克服 古人讲得不错啊 精诚所至 精识为开 没有教不好的小孩子 是我们的德行不够 我们的努力不够 小孩子 他如何被我们感动呢 他一定会去思考我们的话 思考我们的苦心 并不是一天到晚来责怪他 来骂他 这样子做 没有用 而且 会达到反效果 会造成对立 有对立的情形呢 家长一定要冷静下来 心平气和下来 来检讨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 不要一发现小孩子做错事情 一昧地把问题推给小孩子去承担 这个不是智慧的举动 对立会因此而更加恶化 你常常在怪小孩子不懂事 做错事 那么我们反观自己 我们有没有多听听小孩子的心声 多用一点时间 多用一点时间在小孩子的身上 可能 放在小的时间上 用在赚钱的时间还比较多 真的 只有靠沟通 凡事真的靠沟通 才是解决之道 除了懂得沟通 还要提升自己的道德能力 才能够感化现代的年轻人 一昧地去责怪这些做错事的年轻人 去惩罚这些年轻人 这个不是办法 惩罚完之后 他还是一样犯错 教育的手段非常非常的多 惩罚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手段 最好的手段是感化 用自己的真诚爱心 清净平等的爱心 去感化小孩子 去感化一切众生 而我们当今的社会 夫妻的关系 也是很多都处得不好 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 也是一样的 有发生摩擦的时候 我们要先想到自己 有没有做到 夫益复得 先培充自己不足的地方 要懂得充实自己的 温 凉 功 减 让 对方他是人 他不是石头 我们常常在讲 玩石上能点头 石头你都有办法跟他讲法 他都懂你在讲什么 而我们人是有血有肉的 你好用心的跟他沟通 早晚一定会回头的 你所看到他现在表现出来的现象 你只是 要知道 他目前是迷了而已 他迷的 不想着自己做错事而已 所以先要包容对方 再来检讨自己本身 是不是也迷了 也不清醒 也智慧不够 有了智慧之后呢 夫妻相处的这个问题啊 才能够像解开绳子一样 一旦这个绳子解开之后 然后再回过头来 来看这些造成彼此的障碍 或许啊 你会发现啊 这一些夫妻沟通不良 发生的摩擦 只是一个芝麻小事而已 我们领悟到这个道理之后呢 才清楚种种的问题 都出在哪里 简单讲都是自己 自己一天到晚 作茧自伏啊 用自己的角度 自己的思想 然后加注在对方的身上 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才会伤害对方 相对的呢 也痛苦了自己 如果我们再仔细想一想 连这些小动物 蚊虫 蚂蚁 它都能够感动 而我们对人呢 人哪有不可能感动的道理 它为什么不能感动 是我们的精神 没有达到那个效果 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这样子的反省 那样子就很好了 佛菩萨 佛菩萨对于畜生 不要怪任何人 还没有来接受我的感化 都怪别人 这样子啊 我们懂得反省自己 才能够成就自己 也成就他人 经上告诉我们 未能自度而能度人 无有是处 这句话明白的告诉我们 我们想要度化别人 帮助别人 必须成就自己的德能 唯有自己的德能 你才能够感化别人 才能够度化众生 佛在经上 讲得如此的圆满 讲得这么究竟 我们在读经当中 真的不能够疏忽 我们自己不能够成就 实在就像 了凡先生他所讲的 音讯 就是初心大意 所以我们做不好 进一步呢 他又教给我们 无惜以自反 这个是说 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形呢 我们都要自己认真反省 六祖慧能大师 他有讲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我们看到别人 他的过失 其实就是自己的过失 我们专注在别人的缺点 就代表自己已经在堕落了 这个不是修道之人 应该有的样子 这个就是自己的业障现前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他没有看见任何一个人有过失 反省改过自新 他都来不及了 他还有什么时间去看别人的过失 我们的眼里 所看到的一切人 都是圣贤人 都是菩萨 都是佛 我们懂得这样子看别人 我们自己就成菩萨 成佛了 要懂这个道理 这一段经文所说的 无惜以自反 这个就是了凡先生讲的最上层的改过自新 就是从心地上来改 则磅毁之来 来皆磨炼 欲成之地 欲成 这两个字呢 它就是成就的意思 这句话是讲 一切对我来 毁谤 批评 都是在磨炼我们的 来成就我们的 让我们能够达到 道业有所成就的 禁地 他底下又说 我将欢然受赐和怒之勇 这个受赐的赐呢 有两种读法 可以念赐 也可以念赐 这个字典里面都有 可以写得很清楚的 可以去看看 这个是说到啊 对他人的批评 我应该要 欢喜的 接受别人的赐教 我们怎么可以发怒呢 我们每一个人 经常都遇到 别人恶意的来毁谤 而我们听了之后呢 是否可以 一丝好的怨恨心都不起 如果能这样子 这个就是功夫啊 所以我们遇到 别人的毁谤 侮辱陷害 我们要学习感激 从这个境界里面 来勘验自己的功夫程度 到什么地方 如果我还有一念的厌恶之心 人家讲我 我还有一念不高兴 自己要立刻回过头来检讨 要懂得忏悔 忏悔自己的德行不够 为什么那么经不起别人的考验 所以决定是要修行到 这里所讲的 欢喜受赐 何怒之忧 我们都有读过地质规 地质规有讲到一段话 闻过怒 闻欲乐 损有来 意有却 闻欲恐 闻过心 质量是 见相亲 这个是什么意思 地质规里面告诉我们 如果听到别人说自己的缺失 我们就生气 听到别人赞叹我们自己 我们就欢喜 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人的话 那么一些损友 他就来接近我们 而良师一友呢 反而会逐渐地疏离我们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本身羞耻的不好 因此呢 有智慧的人 对别人的批评 要欢然受赐 何怒之忧 别人爱我 我也爱他 这个并不困难 但是遇到人家恨我 我还要尊敬他 还要敬爱他 这个才就是真功夫 这个是真正的德行 真正的学问 我们来碰到这些 造作五逆十二的众生 我还是真诚平等地来对待他 因为我知道他有佛性 三字经里面讲的那句话 人之初性本善 我知道他的本性是善的 他的真心 他的真性是本善的 我要尊敬他 我要爱他 他现在染上了一些不良的习气 那个不是真的 那个是可以改的 所以只要一念回头 他就是善人 他就可以恢复本来善良的心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同修 学习到这一段的文章 感恩各位菩萨 今天利用宝贵的时间 一同在此听经文法 同瞻法义 护持奖金功德无量 默学祝福各位同修 道业增长 福会满满 将今日洗奖 以及听经的功德 回向法界众生 回向往生堂上 众等神灵 回向中华民族 万幸祖先 并祈愿世界和平 无灾无难 最后我们一同来念回相祭 大众请合掌 愿与此功德 愿与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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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